你看前妻的父母要买房子 一个电话你给80万 前妻要装修房子 一个电话你给20万 你还真称得上是中国好前夫 老哥离了婚的男人 不在于前妻有情感和经济上的往来 这是对再婚妻子最起码的尊重 视频中被导师出言讥讽着的男人 名叫马先生 如今60岁的她却已经有过三次婚姻的经历 袁一维和现任妻子在一起20年 彼此将是携手走过后半生的人 可谁料妻子袁女士 竟在不久前带着两人的儿子离家出走不说 还向她提出了离婚 所以为了挽回妻子 她便找到了节目组 然而当袁女士说出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后 众人都惊了 就在去年吧 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我听到她打电话 给她前妻讲什么装潢费 要20万 原来 袁女士和丈夫马先生 当初是在酒吧相识的 两人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但因为袁女士的能干和热心吸引了马先生 马先生便主动追求起了袁女士 而在袁女士看来 虽然马先生与自己相差10岁 还离过两次婚友这两个女儿 可她还是经不住恋爱的冲击 迅速与马先生陷入了爱河 并不顾家人的阻止 与其结婚共同孕育了一个儿子 而在结婚的20年里 袁女士和马先生的感情也非常稳定 袁女士也从未怀疑丈夫 对自己有过任何的不忠和隐瞒 谁料丈夫前妻开口就要20万的行径 不仅打破了两人平静的生活 也让袁女士非常震惊 在袁女士心里 虽然也知道丈夫从未在金钱上 亏欠过他们母子 对他们也算是有求必应 但两人至结婚以来 还从未有过那么大的金钱往来 而马先生前妻的生活若是有什么苦难 需要马先生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也能理解 但是装潢这件事并不算是一件大事 对方一开口就要20万那么大的数字 显然并不是第一次开口 所以才那么无所顾忌 这让袁女士非常生气 然而当袁女士质问丈夫的时候 丈夫却表示 这件事跟她没有关系 这不禁就让袁女士更为诧异了 我很生气啊 我怎么没关系呢 我跟她有个儿子啊 19岁了 面临的就是后面要用钱啊 这钱莫名其妙就出去了 我心里面肯定辣闷啊 结婚那么多年 袁女士一直都非常信任丈夫 所以从未问过丈夫家底是多少 也不在乎丈夫给前妻和女儿有什么补贴 但是这一下子出去那么多 丈夫还不让自己过问 显然是在防着自己 于是之前大大咧咧什么事都不管的袁女士 便留了个心眼 谁料这一留 真叫她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她有个柜子 我看她有时候偷偷摸摸地拿着钥匙 藏在一个地方 我呢也是留了个心 看她藏在哪儿的 然后我就去翻到那个钥匙 然后又翻出来一个汇款单 80万 原以为20万已经是天文数字 可谁料丈夫还偷偷摸摸给出去80万 这件事就更杂的袁女士晕头转向了 那么马先生这80万是给谁赚的呢 为何她又要瞒着妻子给出去呢 第二任她要那个爸爸妈妈妈当时在成都买房子 请不够 他们要把这个老房子卖的了 然后再给她80万 这180万她能在成都买个正等的房子 她说我要二里二也讲话了 爸爸支援吧 我肯定要同意啊 要说这马先生的风流债可真是不少 而马先生的一番轻描淡写的叙述 让众人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是因为第二任妻子有求于她 马先生出于不能给她圆满婚姻的愧疚 再加上磨不过自己女儿的撒娇 所以便潇洒地给出了80万 但是她想用钱弥补对方的做法 根本就是个错误 更何况她这样也不和现任妻子商量 就给出去 显然也没把原女士放在心里 所以难免的原女士心中就有说不出来的气 但是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桩 之后原女士发现的一件事 才是真正让两人来到此地的原因 后来也给她知道了 当时我们也跟她 当时给钱我们也给她汇报 她也一直在这趁我一个气 跟她天天闹 大女儿结婚的时候 我给58万 二女儿结婚我给58万 两个人都要平起平重 还有大女儿和二女儿 在出国之前读书 在上海去购三个月的语言官 我带她送到国外去读书 这个钱都是我的钱 经过原女士的细心查验 她竟发现 丈夫偷偷背着自己拿出去 给前妻还有两个女儿 家一起竟有200多万 这让原女士气愤不已 虽说这些钱都是马先生挣得钱 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是他这一生不吭 背着偷偷给的行为 还是很伤原女士的心 况且不止原女士疑惑丈夫 哪来的这么钱 连众人都吃惊 马先生究竟是做的什么生意 让他对人这么大方 身家那么富裕呢 我就是在26岁时 一直都开酒吧 现在做什么呀 还开酒吧吗 现在酒吧两年前 我把我的房子 租给人家开了 因为我开始操作别的生意了 生意做的不错 是吧 生意做的很好 但是我花钱 他有点不懂 在我的思想中 钱要把它花出去 我才能有动力 再继续苦钱 对于马先生来说 钱都是挣出来的 不是攒出来的 所以他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 家里谁给他要 他能给得起的 就给出去了 给不了的他就继续挣 从未让原女士担心过钱的问题 所以妻子给自己闹钱的事 他觉得很不能理解 甚至觉得妻子再无理取闹 而对于原女士来说 之前他从未想要 从丈夫这得到过什么 但是在得知了 丈夫隐瞒自己做的这些事 再加上自己给丈夫要钱时 丈夫对自己的种种 他便想要争取些东西 我说孩子补息 需要个两万三万 他也给 只是有点会啰嗦 有时候会讲 这个钱花的不值得 他就背着我 你看两百多万出去了 我平时孩子去补个席 跟他要钱 他还要祖父 那个不必要花的钱 就不要花了 也许他给儿子留的更多 你也想多了 他没告诉过我 一分钱都没告诉过我 回忆这些年 原女士也深知丈夫 带自己不薄 但终究要来的东西 不比人家愿意给的 拿得心安 但尽管如此 原女士还是没有介意什么 可丈夫对自己 抠抠嗖嗖 对前妻却那么大方 总归在原女士心里 犹如一道坎 始终过不去 那么马先生 为何要对原女士 隐瞒那么多呢 原来在马先生心里 他一直都有着计算 虽说给前妻 还有女儿给了那么多 但是留给自己 现任妻子和儿子 也有不少 只是这些 他作为一个男人 没给妻子说太多 谁料妻子 就误会了自己 把钱全部给了前妻他们 但是接下来 原女士说的这番话 众人才明白 对于原女士来说 她要的从来 都不是钱的多少 而是尊重 我们现在是夫妻 你应该尊重我 你应该跟我协商一下 告诉我 我们有多 什么家底的多少 我多少钱准备给大女儿补偿 二女儿补偿 我觉得可以的情况 我也不是不同意的 我这个人 我觉得我还是挺好说话的 我怕你知道这些事情 也要胡思乱想 平常有人吵架着 什么耳断四连都是 你本来就耳断四连 你想想看 你大女儿也好 二女儿也好 你都没少给 平时还要买点 什么保健品送的去 我都不 保健品我都没跟你计较了 对不对 你说还给他 什么父母买点 我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我现在就是觉得 他最起码要尊重我 听了两人的矛盾之后 小编心中明白的是 马先生真是个精明的商人 他对于所有事 都规划得很好 但是他的规划 却很难让人接受 也为一方面 离婚后的前妻还有女儿 即便是用金钱去弥补他们 也无法补偿那份父爱 以及完整家庭成长下的缺失 另一方面 他既然有了新的家庭 那就要对对方坦诚相待 凡是夫妻双方有商有量 共同面对 才能组建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 所以即便他规划的 再好再完美 原女士都无法接受 这也是他的问题 于是对于这些问题 导师们便做出了评价 老哥离了婚的男人 不在于前妻有情感和经济上的往来 这是对再婚妻子最起码的尊重 你看前妻的父母要买房子 一个电话你给80万 前妻要装修房子 一个电话你给20万 你还真称得上是中国好前夫 他这么偷偷摸摸给前妻的钱 你不但有资金权你还有所有权 你现在建筑偏锋就是拿着儿子当筹码 对孩子公平吗 我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孩子 不要把孩子来当筹码 其他我无话可说 于老师从夫妻情感与孩子的处境上 试图劝说两位不要那么大动干活 两位也似乎明白了于老师的良苦用心 脸上有着对孩子的愧疚和对对方的不舍 所以趁热打铁徐伟老师也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你以为你那点钱算什么呀 你以为你那知道的这点钱就会变得不正业了吗 你把钱看得太重 你以为你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全世界的 你的生意做得不错 所以说你在生意场上是如鱼得水 但你生意做得太好 悲哀的是你的日子过得太差 身边有没有一个真正你信得过的人 身边有没有真正你觉得是爱的人 或者说有没有人真正的爱你 都没有你太可怜了 现在也许还不太晚了 如果真真正正能爱好这个眼前人 亡羊补牢啊 可能还有点机会在你有生之年 你能够知道爱的滋味 否则你是白过了一生白活了 曲老师的一番话犀利的指出了马先生应该改变的问题 就是不要把钱看得太重 以为钱可以解决万物 要懂得关心身边人 与身边人交心才是未来幸福之路 最正确的走向 然而不管导师怎么训斥 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两位的手里 这个小梅啊 我们呢这次通过这个电台调解 这些矛盾呢 我们呢心里面都知道了 以后我的这个家里面 要用钱啊用大钱啊 我要跟你商量 等回去以后 把家里面的数目的钱 我全部告诉你一点 我带儿子 最近一个大事 我没告诉你一点 我带儿子又买了一套大房子 我还是希望你把身体搞得好 然后呢我说实在话 你年龄也大了 你也不能老做机器 家庭温暖还是要有的 多跟孩子在一起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 不要把我们排斥在外面 最后马先生向袁女士表示 两人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秘密 而原本袁女士 对马先生的财产就不在乎 在乎的是他这个人 还有他的心意 所以对于马先生的道歉 他表示欣然接受 并且马先生还向其交了地 表示已给两人的儿子买了大房子 所以希望妻子放心 袁女士听完自然是喜笑掩盖 其实 夫妻双方相处了那么多年 彼此早已成为了没有血缘的亲人 正因为如此 我们就要彼此坦诚 不该有所隐瞒 尽管是善意的隐瞒 也会让对方介意 所以得不偿失 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知情权 两人才能更好的 携手走过余生 那么看完本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积极互动留言了